不知道你在吃早餐时有没有留意过这种情况 假设在牛奶上撒上一些穀物圈 穀物圈并不会均匀地分布在牛奶表面 而是会聚在一起或者贴着碗边分布 其实不只是穀物圈 汽水表面的泡沫也是聚成一团 或者贴着杯壁 很少有灵性的小泡泡独自游荡 就连密度比水大的物体也能产生类似的现象 诸如图钉或者区别针 由于这种现象最早发现于早餐中 因此它便被命名为了穀物圈现象 这种现象是如何发生的呢 其实穀物圈效应早在70年就引起过讨论 直到2005年 哈佛科学家才首次对该现象进行了详细解释和模型计算 其中说到 穀物圈效应源于表面张力和毛细现象带来的页面变形 当能够产生页面变形的两个物体靠近时 由于系统的重力势能和表面能倾向于最低 物体之间就会互相吸引排斥 你可以想象在一个足够软的沙发上 放了两颗球 球就会滚到一起 穀物圈与之类似 当你将密度大于水的物体放入水面时 仔细观察就会发现 表面张力使得它们不会沉入水底 只会在水面形成两个凹坑 当它们靠近时 凹坑就会合并 物体也会碰到一起 而对于穀物圈这种密度比水小的物体来说 则恰好相反 当两枚穀物圈漂浮在水面上时 浮力会使得它们趋于叶面最高点 由于毛细力的作用 使得穀物圈周围和杯壁附近叶面凸起 两个小山包靠近时也会合并 穀物圈就会聚集在一起或者贴近杯壁 但假设将一重一清两个物体同时放入水面的话 它们贴近时 就会是一个凹陷和一个凸起相离 此时表面能反而会增大 因此它们会相互排斥 那么将这种情况相互调换 将液体放在固体表面又会如何呢 研究发现 液滴落到固体表面时也能产生类似的效应 只要固体表面足够柔软就可以 2016年发表于美国科学院院报中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通过改变固体表面的柔软程度 就能控制液滴的分布方式 这一发现可以应用于设计于表面液体分布方式的材料 比如制造防雾玻璃 就是通过控制玻璃表面的软硬和厚度 就能控制水汽在膜上的凝聚或分散 其实不光是穀物圈 物理学领域中有许多和食物相关的效应和理论 比如人们发现 一袋坚果经摇晃后 最大的果仁总是会留在上层 考虑到这种大坚果颗粒通常是巴西果 因此被称为了巴西坚果效应 所以各位小伙伴吃饭时不妨思考下 说不定下个效应就诞生在你这儿了呢